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历天的法门 古来圣人所研究出来的风水学的庙法 都被沦为少数人赚钱的工具 而且将这些庙法占为己有 做出非常不合理的思维和行为 所以硅谷先是亡产老祖 在当下姓他又投胎转世 在好几节以后的今天 终于将风水学重新下定义 重新把这个风水学 把它有系统的 而且又非常简单 每个人用得上的庙法 把它阐述了 成为 维古新法在台湾 这个风水学奥秘 所以我用古年禅师的华语 来阐释 阳带风水学的奥秘 上一节 我们阐述到 文千金处四六 这个千金重 皇子只有四两重 所以大文非常的重要 那么今天开始 要为各位来讲解 风水学的奥秘 就是大文篇 这个大文篇的定义 大文分为外大文 语捏大文 外大文的智慧 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得 外大文若是不对了 你出外做事业百事不顺 人缘不好 这钱赚着 赚不到以外 很容易被倒债 拖劣 如果是你外大文做错了 可以广纳 十方财运 大文方向 立挂 立对楼 可以广纳 百川之水 收 十方之真气 那家里呢 你就会平安 家里呢 就会充满的和谐 就会充满的和谐 大文 错了之后 我才把它改 外大文 向着前面 都是大楼 光返照 所以我要它赶快改 改到这边来 把它改过来了 这边轰掉了 整个公司就稳定了 所以现在航空业 在国际 是数一 数二 经营最好的 航空公司 这其实外大文 文千金 错 是两者真实意呀 ソフト 国际 明白 子 诞 re 音乐 音乐